欢迎回到台湾百味 接下来节目要带您一起体验不夸戏料理 相信大家都吃过海鲜粥 里头通常都会放虾子啦蛤蜊等等这些食材 但是你可以想象吗 若是一碗放有龙虾 沙公大螃蟹 鲍鱼等等这些满到不见底的海鲜粥端到你的面前 吃起来一定是非常的过瘾 而这样一道超浮夸的海鲜粥 是由四个出身饭店西餐主厨们玩出来的新创意 他们开的这家餐厅就像是他们的料理实验室一样 让料理不只有幸福的温度 更是充满无限可能 接下来我们就带您去品尝这道超澎湃的海鲜粥 你吃过最浮夸的料理是什么呢 这家隐身在台北信义区市政府捷运站附近镜巷里的餐厅 浮夸系料理保证吃完绝对念念不忘 这里的餐点本质上是中式料理 但在烹煮方式上又和传统中式做法不太相同 给人一种中西合并的感觉 而用餐环境采用开放式厨房 可以非常清楚看见厨师料理过程 也可以像朋友般的跟老板轻松闲聊 环境我很喜欢就是 我很喜欢就是在吃的时候是 厨师他是在前面就是料理 然后有时候他会跟你聊天 或是问你觉得你的味道合不OK 就会让你觉得好像在 在自己的厨房的感觉 很有亲近的感觉所以我很喜欢 这家餐厅是由四位原本在五星级饭店的 西餐主厨们一起为了研发新料理 而玩出来的美食空间 当初会聚在一起 其实是因为同为南部北上的北漂族 工作之余都很想念家乡味 于是就在这个小小空间 料理出属于他们回忆的家乡小吃 香肠米肠的话其实就是 中南部亲戚有在做 所以我们就请他就是协助完成 而这里的香肠与米肠都是南部手工制作 香肠还加入了高粱酒 吃起来有淡淡高粱独有的香气 米肠加入大量花生 手工灌制而成 而且可别小看这里的各种调味 老板都会根据食材的特性 加以变化搭配 像这些台式小食都会加上特制的姜片 一般台式的小食会给人家的传统概念 就是比较油 比较腻 所以我们会去腌一个梅子姜 腌一个梅子姜的东西 然后去让它去在这些小食上面做一个搭配的时候 第一个开胃 第二个简易 因为猪脚它腹有胶脂 它会得大量的胶脂 那这也是非常道地的中南部小食之一 所以我们会在炖煮的时间 其实花了蛮长时间的一个时间在处理 在炖煮红烧的这个过程当中 它可能会加入一些焦糖 所以比在北部的多一点点 焦脂蛮够的 它虽然是像这种这部分没什么肉 但是它那个皮卤得真的刚刚好 而且焦脂很够 尤其那个花生真的很入味 这里除了有令人怀念的古早味南部小吃 还有许多内容浮夸 摆盘精致的餐点 都是由西餐出身的四位老板 一同研发出来的 不过从单纯的厨师 到创业开餐厅 角色的转换也是另一种挑战 现在的市场 你必须去想说 你可能左手 你要去顾及客人的胃 东西好不好吃 食材新不新鲜 那你的右手可能要一边想着说 这个东西好不好拍照 这个东西客人觉得好不好看 因为现在其实会发现客人吃饭的习惯 已经是先让手机先吃饱 才来这里才吃饱 因为不再只是单纯的厨师角色 看待料理的角度自然与之前有所不同 现在站在了客人角度去经营餐厅 就意外冲撞出许多令人惊艳不已的料理 这道要预约才吃得到的 超澎湃九宫格海鲜拼盘 一端上桌就会令人无法离开目光 我们会挑选一些当季的海鲜 当季比较新鲜的 比较符合这个季节的海鲜 然后下去做搭配 我们有南非的鲍鱼 然后宜兰的船洞小卷 然后还有大虾 大白虾 还有北海道的绅士等级的干杯 因为食材本身新鲜 所以我们做一些基本的调味 然后让它去品酬在一起 然后就是做一个呈现 九宫格海鲜拼盘的各类海鲜 都依据当令新鲜渔获做调整 其中一定要特别介绍的 就是机竹海鲜鲍鱼 看看一颗颗活力十足的鲍鱼 就知道食材的新鲜度了 老板会以昆布 白萝卜 蔬菜等调制的日式酱汁 炖煮肥美南非鲍鱼 四到五个小时入味之后 切片食用 味道咸甜适中 口感厚实 却又相当的软嫩Q弹 这就是它的视觉效果 让我觉得很惊艳 觉得很美 好漂亮 然后每个都想试试看 然后吃了之后我觉得 我刚刚有先吃了一下 我觉得虾子也很新鲜 然后我刚刚又吃了它的鲍鱼 很好吃 它的海鲜都是有他们自己的 对 過運的來源嘛 所以都是很新鮮的 品嘗完九宮格海鮮拼盤 保證讓大家的胃 已經有鮮甜的海味 但老闆Eason說這還不夠 一定要試試餐廳最招牌的 浮誇海鮮粥 才能讓大家的胃 有百分百的滿足 一開始只是想煮一碗 懷念南部口味的海鮮粥 但是因為用料實在太新鮮 又大氣 不用頂級食材 就已經讓許多吃過的人 念念不忘它的海滋味 一來再來 到最後不斷升級 加料 越做越浮誇 就成了現在霸王級海鮮粥 就是南部人吃粥 就是所謂的 跟廣東粥不一樣 我們南部人講的是泵 跟我們用的海鮮 跟水是一比一 所以我們其實不太做高湯的熬煮 因為其實現在人的飲食概念 其實也越來越 越來越健康 所以有大量的海鮮 所以我們就沒有再另外做 熬高湯 這裡的海鮮粥 使用海鮮本身釋放出的 鮮甜湯汁為基底 加入鮮嫩筍絲熬煮米飯 米粒軟而不爛 又吸飽了海鮮湯汁 完全一秒征服吃貨們的挑嘴味蕾 我覺得它的海鮮粥非常好吃 而且它其實會 海鮮的食材的話 你可以就是不同的季節 其實廚師會推薦給你 就是比較適合的 不一定是它是固定的 可能之前可能是螃蟹 它現在可能是鮑魚之類的 不一定 但是它都會推薦 其實是當下最新鮮的 我覺得很棒 這道浮誇海鮮粥 像是有魔力一般 讓客人忍不住一吃再吃 看這麼豐盛的海鮮畫面 整個鋪滿看不到粥底 就知道它魅力在哪囉 各種海鮮食材 都費心費力挑選處理 除了來自宜蘭 基隆的肥美蛤蜊 小卷 大蝦 最吸引人的當然就是 下重本的龍蝦 沙公 鮑魚等 高檔海鮮食材 都是客人手機美光燈的焦點 雅殼類這些東西 它其實 怎麼講 外面的一些微生物蠻多的 所以我們都會經過 先讓它蒸一下 那它包含清洗 然後再下去做熬煮的動作 因為甲殼類它經過熬煮 高溫的熬煮之後 其實它裡面有一些 海鮮的鮮甜味會滲出來 老闆的細心與用料不手軟 造就了餐廳的好名聲 一晚浮誇海鮮粥就這樣 在信義區美食戰場打響名號 雖然餐廳地處不顯眼的街道內 依然抵不住客人 聞香來 這個就是味道超棒的 它裡面那個螃蟹 這整隻 而且我看那個兩隻蝦 還有一些什麼小捲 還有那個什麼蛤蟆 還有鵝啊 味道真的超棒的 而且很鮮甜 因為我覺得它的食材 跟我吃了之後 我真的覺得很好吃 然後它的CP值也非常高 對 就是不會像外面 就是可能它給的那個價位 跟它的食材不見得是同等的 但它的食材讓我覺得 就是跟它的價位 是讓我覺得是物超所知 老闆就是想將這裡 打造成客人的自家廚房 所以任何食材在這裡 都有無限可能 像這道炙燒美國和牛 搭馬糞海膽 就是網路上觀察了 大家的喜好後 意外合拍的好組合 這幾年國人對牛肉 不管是日本和牛 美國和牛 大家都其實非常熱愛 牛肉料理 那其實我們也去做 把我們最擅長的牛肉料理 去做一個延伸 這次特別挑選 是美國和牛 他跟日本那個 馬糞海膽 下去做一個搭配 我常常會講說 這是另類的海陸雙品 這個就是我從社群裡面去 發現到 這個是現在人喜歡 搜尋滿多的一個食材 那你怎麼樣去做一個 融入跟結合 一般人都喜歡吃海膽 都是生的 對啊 那可能搭配這個熱菜的話 我可能還會去幫海膽 做一個製燒的動作 那去增加它的香味 那也吃起來口感 就是衝突不要那麼大 因為畢竟一個是熟食 一個是生食 這個衝突 口感的衝突還是滿大的 老闆使用的是美國極黑和牛 煎至微焦後 在上面鋪滿日本進口 馬糞海膽一起炙燒 和牛滑順的油花 與飽滿的肉汁 和海膽一同入口 口感鮮甜香嫩 海陸合併 毫無違和感 滋味已留 我覺得它一般 我們都是弄牛排 現切的 那個感覺上 它這樣這種切法很棒 而且這樣一點都不柴 而且這種軟硬度都剛好 而且很甜 來過的客人 可能會定位這裡是 私廚餐廳 或認為是無菜單料理 但老闆Eason說 這些名詞 都不能真正表達 他們的料理精神 他們想給客人的 是有溫度 與有生命力的一餐 因為在他們眼中 料理是千變萬化 充滿無限可能 把他擀成很薄很薄的脆片 之後再裁剪成 我們要的尺寸 其實是很新奇的 因為它是有鹹香 有肉的那個感覺 但是他外面還是裹著 就是焦糖的這個脆皮 那不可以 我會幫你 對 做了 是